2021-2022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第三阶段比赛 将于3月1号到3月22号在沈阳赛区和顺德赛区来举行 要知道能够获批赛区城市 沈阳市之前也是历经了CBA联盟的严格考察 在整个的考察过程当中 沈阳赛区在防疫安全硬件设施赛事组织等多个方面都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水准 目前赛事的各项筹备组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 一想到终于可以在家门口赛羊给辽兰加油了 我心里边就憋不住享乐呢 辽宁体育馆作为此次赛事的比赛场馆 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完成 场馆的供暖 照明 电力及功能用房等各项基础设施均达到了比赛要求 球员和球迷将在一个体感温度非常舒适的环境里进行比赛和观赛 我们在场馆的所有设施设备上都进行了升级改造 尤其是我们新安装了这个国内最先进的斗平 这个斗平是两层三环17平达到了246平米 在清晰度上达到了4毫米 在国内是非常先进的 沈阳赛区汇集了辽宁本岗 青岛每日优先 浙江广沙控股等10支球队将在22天里进行10轮50场比赛 沈阳赛区还设置了两个训练场地以满足参赛球队日常训练需求 25号的晚上我们还要在场地进行一场测试赛 来检验我们所有器材的准备情况 那么现在我们的场地工人员 社院者 安保员员 疫情防控员员都在场地的所有的封管区域 进行地点的踏勘和现场的演练 据了解 此次赛事的部分场次将向广大球迷售票开放 具体开放场次球迷们可关注一下大卖网的售票信息 到场观看比赛的球迷朋友也要严格遵守赛事的防疫要求 有几类情况是不可以参赛的 一类是14天之内有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来发审人员 第二类是有56天之内境外旅居室的人员 14天之内未成离审的人员 不用提供48小时之内核传报告 7日人员需要提供 本台报道 阔别了整整两年的时间 辽宁体育馆我们终于又回来了 3月1号辽宁队将会首场对阵青岛队 辽宁球迷的心情那招不是高兴能形容的 那是欢呼去 开心的爆炸 回到主场的辽兰将士 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三阶段比赛日期临近 球馆里又热闹了起来 此前的比赛中 主力球员韩德军 鼻鼓骨折 郭爱伦 张震霖等主力球员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病 杨明表示 第三阶段主要以技战术调整和伤病恢复为主 张震霖和韩德军还逐步的恢复中 都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这种状态和能力 至于心理伤病像小须 像艾伦都有一些心理伤病这种出现 但是都不可避免 而且也没有太致命的伤病 都在边训练边恢复当中 在全员健康的同时打好没啥 最好不要出现心理伤病 回家 辽兰第三阶段的比赛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 场场都是主场 而且此前两个阶段优异的成绩 也让辽兰更有底气 不过杨明却并不觉得乐观 我不觉得轻松 而且其实来讲 最后的市场球对每一个球队都很关键 属于冲刺阶段 对我们来说也是 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 之前两个阶段那种好的这种 比赛作风和状态 采访中 杨明一直在说 回家的感觉真好 从我本身 包括队员们都非常期待回到主场来比赛 因为已经有两年多 没有在自己家门口主场比赛了 确实这个比赛成办下来非常不容易 相信这十支球队 入住水阳 入住酒店以后 这比赛生活会比其他地方更好 也希望更多的球迷来水阳去 给我们支持加油 去看比赛的同时 这个优水阳 本台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